總統賴清德上午到高雄參加海洋 委員會舉辦的第五屆國家海洋日活動 同時也主持了雲林艦的成軍典禮 是他上任後首次 現在就是可以請大家一起跟我們的總統 揮揮手 賴清德上任後首度主持 海巡艦艇的成軍典禮 也到雲林艦上參觀 而賴清德在致辭的時候 也特別感謝海巡弟兄 捍衛海域的辛勞 由於之前一名中共解放軍 海軍退役的少校艇長 開快艇闖進了淡水河的漁人碼頭 過了將近一個小時 經過民眾報案才被海巡人員逮捕 外界質疑國安破口 讓海巡單位承受相當大的壓力 藉著這一次雲林艦成軍 賴清德也特地幫海巡單位加油打氣 要全民當他們的後盾 除了雲林艦成軍之外 現場也慶祝第五屆國家海洋日 賴清德說在發展海洋的同時 也要加強海域的戒備 保護我國海域不受外來勢力的侵擾 記者劉啟文 高雄報導